今天他不再是油腻男 他也不是凶手医生 时间来到了欧洲中世纪 两人化身为女巫猎人 白胡子和黑胡子 这天夜里 他们接受了一个法官的邀请 来到一个叫少氏村的村庄 因为有对夫妻举报 自己的母亲是女巫 法官不知如何辨别女巫真身 于是找来专业人士白胡子和黑胡子 好让他们来做出决断 拿钱干活 有了高额的报酬 两人打包票 一定把这事办得漂漂亮亮 但黑白胡子二人之间也存在分歧 黑胡子总是着急下结论 白胡子则认为应该调查清楚后再判案 不要为了钱 干昧着良心的事 两人正争论之际 法官打断他们说 能不能一起画个画 放在现在就是 拍照发个朋友圈纪念 邪将认真且仔细地帮三人合影 结果最后的效果是这样的 法官都给整无语了 很快 就到了庭审的时刻 村民们一个个都来到了现场 毕竟女巫审判可不是常常能见到的 大家都是一副吃瓜的心态 坐在最前方的正式 举报母亲是女巫的夫妻俩 老夫人被压着上庭 很显然她也是一脸懵 看着女婿和女儿的嘴脸 老夫人心寒地说 一定是因为他们想要回阁楼 所以才会诬陷自己 自从老伴死后 两人就想赶她出去 他们诬陷我为女巫 就是不想赡养自己 老夫人继续说 想要你们就直说呀 为何还要污蔑我 本来我就打算一个月后搬走 何必闹成这样 黑胡子示意老夫人坐下 她来审问这对夫妻 女婿声称 她在晚上多次看见 老夫人和一个长满棕色毛发的恶魔见面 并且不知在密谋什么坏事 女儿也接话说 不仅这样 我们还看见母亲和 桃冠中的小恶魔说话 那是一只白色老鼠 母亲还给她取名为小雪花 这大概是史上最荒唐的证词 可你还别说 黑胡子和法官却是当了真 因为一个想要快点结案麻赏金 而法官就希望这场审判 能给他们村庄带来更多知名度 由此提升村庄的GDP 真是不做人啊 黑胡子接着说 她给小白鼠取名 取名这个单词倒过来拼写 就是恶魔的意思 这么儿戏的审判 小编觉得我也可以了 更离谱的是 这一言论除了白胡子外 在场所有人都深信不疑 黑胡子立马让白胡子 将这一判断记录在案 证明老夫人晚上确实和恶魔交流过 这时 又一位证人大叔站了出来 他说曾看到老夫人骑着铁锹飞走了 应该是去参加了女巫集会 还亲吻了恶魔的屁股 啃下了婴儿的脸庞 吃瓜群众一片哗然 白胡子出来与大叔对话 反问他之前是不是 在老夫人那里买过一头牛 结果没几天就病死了 你这么说是为了报复吧 大叔无言以对了 白胡子这番话 看上去还有点人性 接着黑胡子又问老夫人 你女婿看到的棕色恶魔到底是什么 老夫人回答道 我除开有顶棕色的帽子外 就没有见过别的棕色的东西 难道帽子还会说话了 吃瓜群众哄堂大笑 见此情形 黑胡子下令审判不再公开 将村民赶出去后 他拿出了一根长针 没有丝毫同情他 直接扎进了老夫人后本 老夫人的痛感好叫 让女儿有些于心不忍 他急忙为母亲求情 说自己可能是太黑没看清 但黑胡子仍不理他 还是接着上行 大概是想钱想风了 老夫人忍受不住 大喊他晚上只见过邪将 邪将付钱给他 让他给做核酸 邪将明显慌了 但还是嘴硬说自己的妻子可以作证 自己晚上一直在家里 老夫人委屈巴巴地说 难道你就这么想我死吗 面对黑胡子的审问和老夫人的求情 还是说自己从未出过门 就这样 老夫人最终被如此荒谬地定罪为女巫 并将处以刑罚 白胡子质问黑胡子 你怎么能如此草率断案 大家都心知肚明 摆明是小夫妻想把老夫人赶出去 才会说对方是女巫 这你也会相信 你就是为了钱财 就在这时 法官兴冲冲地进来 显然他很是开心 因为老夫人一旦被执行火星 周围的村庄的村民都会来围观 村里就可以趁此机会大赚一笔 GDP就能直接拉满 黑胡子也开始了最后一轮问话 他让鞋匠把装油小白鼠的罐子拿进来 并在老夫人的面前撒上奶酪 毫无疑问 小白鼠一出罐子 就直接爬到了老夫人面前 白胡子无奈地闭上了双眼 黑胡子借此说 看见了吗 这属于不打自招啊 老夫人绝对就是女巫 不得不说黑胡子是真的没有心 法官这时也顺水推舟 直接宣判老夫人是罪名和执行时间 就这样老夫人的生命 被简单地定夺了下来 白胡子愤怒地摔门而去 很快就到了行刑的晚上 夫妻俩人来看望老夫人 一直说着家里没有了她 还真是宽敞了不少 还说隔壁的邻居听说以后 也打算诬陷自己母亲为女巫 真是离了的大步 这时白胡子也走了进来 准备为最后的仪式做点准备 夫妻俩离开后 白胡子走到老夫人面前 拉下面罩 竟然是黑胡子的脸 原来他一直看不惯 黑胡子的黑心干坏事 为了钱什么都能做 这次他再也不想忍受了 直接绑了黑胡子 并打算让他代替老夫人进行火刑 用烈焰洗刷他的灵魂 正说话 法官带着一顶巫师帽 从外面走了进来 白胡子立马拉起面罩 法官一边炫耀这次女巫审判 给自己带来了不少收益 还说有没有可能 老夫人的女儿也是女巫 这样又能大赚一笔 随后他叫人将罩着头的黑胡子 拉出去进行火刑 然后把报酬给到了白胡子 还问对方怎么没看到黑胡子呢 接着就转身离开了屋子 之后白胡子小声呼唤 白胡子就是一顿 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 白胡子也好人做到底 不仅就下了老夫人 还打算把报酬给老夫人 以作为逃跑的路费 老夫人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如此温情的时候 老夫人捧起白胡子的脸庞 咔咔一下 白胡子直接隔屁倒地 接着老夫人转头对着小白鼠说 这里的任务完成了 我们去参加女巫盛宴吧 顺便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 然后就变成了乌鸦飞离的村庄 这个反转鼠时没有想到啊 原来这个老夫人真的是女巫 她说的任务完成 应该就是除掉了白胡子和黑胡子 这两个女巫猎人 或许就算白胡子没替换黑胡子 两人大概也活不过今晚了 不得不说九号密室的每个结局 都是那么的难以琢磨 不看到最后一分钟 永远不会猜到最后的结局 本来以为面罩下的黑胡子 已经是反转结局了 万万没想到最后竟然还有一种反转 前29分钟 一直对老夫人抱有同情的心态 结果她真的是女巫 看着像好人原来是坏人 看着是恶人原来是清白而无辜 小编真是服了 其实这一集女巫审判 带有很强烈的讽刺意味 故事的背景是中世纪的欧洲 和剧中相同的是 彼时的欧洲正式兴起了一波 猎杀女巫的狂潮 当时大约有十万女性因此死亡 而死亡的罪名 大多都是莫须有 或是极其可笑的缘由 就像原片中的那些问话 为了让对方死 大家都是不择手段 这一集女巫审判 也是用了一些幽默的讽刺 来展现那个黑暗年代的丑闻 九号密室的反转基于的是 颠覆人们的善意 把恶呈现到极致 看完后 让人几倍发凉 结尾反转的意思很明显 即便老夫人真的是女巫 难道村民们的做法就是对的吗 确实值得让人深思 这集故事来自 九号密室第二季第三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原片哦 相信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个故事叫做女巫的审判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